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我记得在节目中 原来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个概念 说物是中国人修炼中的文化 那师父讲过那是从佛家来的 那我个人能理解呢 就是一个树心一个我 对吧 用心对照自己 而用心对照自己的对照的概念呢 修炼中讲个人 用刀去掉人心 去掉人的红尘中的一切 才有境界中的生命的感受 用心对照自己 用刀去掉人心 升华的是你自己灵魂本身的境界 如果在红尘的角度来讲 人的角度来讲 去掉的是欲望对自己的束缚 今天的人 今天的人 奋斗的人 仕途的人 要成功的人 其实都是在红尘中被欲望所迁就 他创造了很多词 仕途成功 仕途民今后的那种名望 钱财 标榜一个人的成功 就是围绕这些 但相生相克的理 甚在其中 人们在得意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失败 因为觉得自己不可能失败 这是一个追求成功的人 在心目中他固然就有的 当面对失败时 说失败是成功他妈 所以就踩着妈肩膀就过去了 这种奋斗的理论 其实就是被欲望所困扰着 自己生命本身的内在念头的一种表现 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你是一个被自我束缚的人 自由的人斩掉诱惑的根源 回归自己生命的本来的纯自由 就是不在红尘中被红尘所困扰 英达 我爱我家 这个 他爹很有名 有人说他爹实际是间谍了 那咱们不知道了 英达很有名 他昨天出事了 移民到美国了 这个跟老婆 不是原来那个 我爱我家 那里头那个老婆了 到康州 住在 这个康州 结果为什么出事了呢 美国的税务局找到他头上 他在过去的时间里 不到50万现金 40多万 他也不知道怎么整的 他分了50次 去存了不同的银行 每一次存款额度不高过1万块 不用申报 但他跟他太太 在几家银行开了账户 然后 以不足1万块钱的现金 现金存了50次 存进40多万美金 这种事情呢 在 在美国而言呢 在单一的动作上 你是不违法的 但整合的行为上 你是故意涉嫌欺骗 那税务局找到他了 那他也认罪了 大概概念就是 他也认罪了 那大概 首先他的一个账号被 被冻结 19万多 来补交税款 至于补交多少罚款 咱们不知道 而这种行为呢 可能在5月份开庭 这种行为最高 可以判10年 罚款50万 罚款50万 是不是1比1的罚 那咱不知道 但是罚款50万 大概的故事是这样 而国内把这件事情 据说报了 挺轰动的 人间的名声 人间的钱财 人间的成功 不代表你的生命境界 不代表 生命境界与内在东西 是中国传统的 真正灵魂的东西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无论你多成功 无论你如何 在2017年的年代中 一个人在过去的 所作所为 特别是 对信仰者的迫害 你参与其中的 有些人会遭到报应 那回过头来呢 我们说金正恩 跟这个习近平死磕了 所以在东亚的 共产主义联盟 两哥俩掰了 BBC这么报 朝鲜发表声明 谴责中国 随美国的音乐而起舞 BBC写这个很文化了 其实金正恩 在发表声明的时候 他没点名的 骂中国是什么 卑鄙下见低等 上周中国宣布 2017年禁止 从朝鲜进口煤炭 朝鲜出口的煤炭 主要是无烟煤 而无烟煤 每一传无烟煤 可以上百万美金 对它影响有多大 那99.2%的无烟煤 出口给中国 来换取它 主要的外汇 所以当中国不进口 它的无烟煤的时候 基本就给封煞了 2月12号 地对地中程导弹 发射之后 朝中社说 金正恩亲临现场指挥 这是名副骑士的主体武器 他也没抱着导弹 非主体武器 所以又增加了一个 具有威力的核攻击的手段 没点名的批评中国说 一个邻国经常说 自己是朝鲜的友好国家 这个国家自以为是个大国 却随着美国的门调 跳起舞来 中国采取了非人道步骤 诸如阻止全部的外貌 他不打自招啊 没跟你说傻奸傻奸 所以也就变成了 封闭了他的 真正的唯一的出道 这样做有助于朝鲜的敌人 搞垮朝鲜的社会制度 我倒个人倒觉得 这个时候的习近平 干脆就放开胆的联手 就跟那个朝鲜干一把就算了 因为道理很简单 今天金正恩你怎么处理吧 你怎么处理吧 更新的证明是 金正恩杀他哥哥金正男 用的是这个神经毒体 神经毒物是四种化学武器当中的 最有毒的一种 是被联合国明令禁止的东西 是属于化学武器当中的一种 而在朝鲜大概有两千多吨化学武器 而他金正恩用了化学武器的东西 在马来西亚的国际机场杀了他哥哥 这家伙能套多少岁啊 他会招致联合国招致很多的 他被打击的理由 那金正恩的概念是什么 他什么都不管 他什么都敢使 他也没想过 他觉得天下就是他的 他站在平壤的天下 觉得这天都是他的天 金家的天 对吧 这是没错的 所以这就变成了横吃不了 生的不吃 熟的不吃 半生不熟都吃不了 竖着吃不了 横着吃不了 斜着你也吃不了 滚着蛋你都吃不了 没错吧 那你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在我个人理解 这不就是天灭中共吗 你跟他维系的是共产党的脸面 这种内在的被称为叫 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是瞎扯 就是一张破脸 那你说魔鬼能有脸吗 他真有张脸 让你看着不吓死你了 那换个角度来讲 当这种分裂 根本性的分裂出现的时候 也就变成了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谁想保中共 谁就是与这天道为敌 难道不是吗 朝鲜面对这种压力没有屈服 声明说认为切断资金 朝鲜就不会制造核武器 和洲际导弹的想法 是很幼稚的 那是没错的 我觉得太幼稚了 对不对 随着美国的音乐起舞的措辞 显然是指川普就之前的说法 他说中国必须控制住朝鲜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 对吧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这就是2017年搞不好 共产党就真的就完了 百年红朝应对着日子了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 see experience 在这个朝鲜声明发出去 大概五个小时之后 马来西亚的警方拿出了这个尸检证明 金正男遇刺案 在面部发现了VX神经毒剂 马来西亚当局在金正男的遗体脸上 眼睛和面颊的皮肤上 发现了化学物质是VX神经毒剂 这是一种被联合国确认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毒剂 那马来西亚并没有指责朝鲜当局 应该对金正男负责 但是涉嫌的人大多是朝鲜人 马来西亚警方宣布说 现在已经拘押多名嫌疑人 其中包括一个越南 一个印尼的女子 警方相信 这两个女人是经过训练的 是直接杀人的 而被追捕的人包括 高丽航空公司的职员金玉日 和朝鲜驻吉隆坡的大使 一名高级官员 另外四名朝鲜人 已经离开马来西亚回到朝鲜 那马来西亚警方还拘捕了 一名叫做李忠哲的朝鲜人 这李忠哲是个药剂师 就是会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人 而为什么马来西亚警方咬住朝鲜不放 马来西亚警方查阅了 在当时在国际机场的 所有的监控录像 在监控录像之下 七个男嫌疑人和两个女杀手都在现场 所以这是他的原因 他说在闭路电视的显示屏中 包括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阿尔密玄光城在金正南遭到暗杀时 都曾经出现过机场 在机场现身 所以另外一个一共十个人 另外一个是那个印尼的马来西亚 印尼女子的马来西亚的男朋友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整个故事的 一个截止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那已经不应该讲说 当发现是用了化学武器的时候 他的引爆程度不会仅仅局限在 局限在杀掉金正南 而是金正恩的行为和做法 对世界范围内 对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威胁与伤害 就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